姬若琳眼睛一亮 又全往左掌一击 喜道 我怎么忘了 忘了什么 魏无羡和姬若宇一口同声地道 姬若琳的视线 从软棒转向魏无羡和姬若宇 你们听说过草环丹吗 草环丹 魏无羡眨眨了眨眼 这名字好耳熟 似是在哪里听过 姬若宇低头看了看 放入木盒中的九幽玄冥草的草叶 眼睛一亮 脱口而出草环丹 二姐 难道里面是草环丹 姬若琳淡淡的一笑 我估计这是 阿姐 什么草环丹 魏无羡扯了扯姬若宇的袖子 阿英 你忘了 万年以上的极品毒灵草 根经中确实有可能会运出草环丹 九幽玄冥草可不仅仅是毒草而已 生长的环境也确实让人恶心 可好歹也属于极品灵草 你看这软磅上摘下来的草叶 姬若宇把草叶递给魏无羡 明显比刚才的那些晶线更凉 足以说明这草叶品质极高 见魏无羡接过姬若宇手中的草叶仔细端向 姬若林赞许地点头道 小七说得不错 虽然高度仍不过两寸 根经却都足有小指粗细 这样的灵草 少了十日可难以长成 且这么密密麻麻的一片 没有万八千年也做不到 魏无羡把草叶小心地放回木盒里 如此说来 还真有可能 姬若宇点头 又到草环丹 按丹谱上所述的 出于浊而不染 光运起而毒重退 姬若宇还未说完 魏无羡也已经想起来了 低声接下去 由于丹府则百毒不入 竟然是他 据闻 吞服了草环丹的人 不仅能报 加一甲子功力 还能修得百毒不侵之身 百毒不侵 魏无羡心里暗自念叨着这四个字 手下一顿 眼珠一转 嘴角挂起一抹贼贼的笑 姬氏之人是不惧毒物的 与生俱来的血脉之力 比草环丹强横了百倍不止 要说稍微能有作用的 也就那一甲子功力了 可祖礼上到各位老祖宗 下到同宗姐妹兄弟 从不依赖任何药物灵丹提升修为 草环丹对他们作用不大 可兰湛不是啊 先不说那一甲子功力 就百毒不侵这一条 就足够让魏无羡心动了 魏无羡这边就神色一变 时刻关注着 他的姬若羽和姬若林 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 互相看了一眼 眼底皆是笑意 草环丹虽然罕见 更是仙门百家屈之若物的宝物 可对他们来说 确实作用不大 姬若林清冷地略微勾唇浅笑 秀眉微微上挑 若真有草环丹 给小八也不是不行 毕竟旺姬确实用得着 可 总不能白给了吧 得让她用什么来换才好 姬若羽看着姬若林 笑得眉眼弯弯 她好想再看看醉酒的阿湛 也不知能不能行 忽然感觉背脊发凉 魏无羡猛然回神 恰好看见姬若羽和姬若林 转过头去 正盯着软棒 商量打开制法 魏无羡狐疑地挠了挠头 难道是她被臭昏了头 产生了错觉 小八 快来 听得姬若林的招呼声 魏无羡立即迎了上去 来了 已经踢除了表面草精和污泥的软棒 露出了下面的软壳 因为长时间露在空气中 被姬若林灵力一压 顿时显现出一圈淡绿色的光运 可还不等姬若林伸手去掰开 光运一闪 瞬间消失 细缝更是从未曾打开些许 姐弟三人一愣 以姬若林的修为 居然会打不开这东西 可真是奇灾怪也 我来 姬若宇把白布手套往上提了提 上前一步道 嗯 姬若林也不念战 点头退到了一旁 姬若宇上前 灵力刚一附上软棒 淡绿色的光运再次亮起 与先前不同的是 光运竟形成了一道道清晰的 肉眼可见的光圈 在魏无羡等人睁大的眼睛里 软棒也微微张开了一丝细缝 魏无羡和姬若林 眼睛皆是一亮 有门 姬若宇嘴角微翘 右手徐徐靠近软棒的细缝处 光圈内顿时让起一道道的波纹 以他的手为中心点 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 可就在姬若宇以为探手可及之时 光圈一闪 张开了一丝缝隙的软棒 竟然瞬间再次闭合了起来 光圈随即消散一空 啊 别啊 姬若宇一惊 立即试图强行掰开软棒 软棒竟如玩石一般 丝毫不为所动 任由姬若宇如何使劲 毫无反应 光圈也不再显现 被姬若宇掰极了 竟然扑一股水喷射出来 若不是姬若宇动作敏捷 闪身躲过 只怕就悉数喷到他的脸上 看姬若宇吃别 魏无羡忍不住闷笑 姬若宇一带 显然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虽然避过了突如其来的水柱 可被一只长得起 臭无比的软棒打了脸 姬若宇也有些恼了 恨声道 可恶 难道这东西还成精了不成 敢看不起姑奶奶 一露袖子 驱磨棒就现了出来 看我不把你给大谢八块 阿姐 阿姐 魏无羡赶快抱住了姬若宇 好笑道 好啦 好啦 你跟个棒壳动什么气啊 小七 姬若林也拉住姬若宇 急什么 二姐 姬若宇不服 一个臭棒壳也赶在他跟前嚣张 魏无羡用下巴点了点那不动如山的软棒 笑着道 该不是这东西也来什么 有缘人得知 切姬若宇嗤之以鼻 一个臭棒壳懂什么有缘人 又不是设立佛子 小七 姬若林打断了姬若宇不满的嘀咕 转头看向魏无羡 小八说得兴许没错 二姐 你也信这鬼话 姬若宇瞪大眼镜 姬若林也不理她 反而转向魏无羡 你来 若真是宝贝 说不定还真要点机缘 小八一向是他们姐弟中运气最好的 别的不说 单说这东西 她和雪儿姐姐来了没有十趟也有七八趟 摸来摸去都没发现端倪 偏偏小八一来就撞上了 可不就是小八的机缘 小七和她打不开 小八说不定能成 我 魏无羡有些愣了 要说修为 别说阿姐和二姐 她连六哥都还追不上呢 能行吗 姬若林点头去试试 反正总得有人去弄开她 就算灵力不够 小八脑子一向好使 运气也够好 说不定另有惊喜 姬若宇站到了一旁 好整以侠地道 有没机缘 我是不知道 不过嘛 阿英这家伙一向是黄鼠狼嘴吓得跑掉的鸡 倒是没错 魏无羡俊没一条 胡一道 什么意思 阿姐又在打去她 姬若鱼耸了耸肩 道 运气好啊 则则 自打阿英归了宗 给族里带来的宝贝还少了 光是土灵老祖的百草园 就让族里发了一笔大财 二姐说的没错 阿英这小子确实是福星 听姬若宇提起这事 魏无羡姿牙一笑 那倒是 虽然上一世她时运不济 重生这一世 确实是顺风顺水 福星高照呢 来吧 姬若林让开了位置 示意魏无羡上前 嗯 魏无羡点头 放手试试 姬若宇拍了拍 魏无羡的肩膀 不用一下子使劲凌力 慢慢来 好 魏无羡爽快地答应了 她明白阿姐的意思 毕竟是在浮魔阵内 虽然他们的声音和动静 暂时无法惊醒穷奇 可也不宜大动干戈 出了披露可就不好了 有了姬若宇的前车之剑 知道这软棒也是一只有脾气的 魏无羡运起灵力 靠近软棒的时候也多了个心眼 右手紧握成拳 掌心里藏了个黄色东西 果然 魏无羡的灵力刚一靠近 那软棒再次亮起了光圈 光圈一道道 在魏无羡的手下游走 往四周扩散 与此同时 魏无羡也感觉到身上一阵阵燥热 就连心跳都瞬间加快 心情却陡然愉悦了起来 这种感觉十分奇怪 好似多年未见的好友一般 久别重逢 自然欣喜万分 眨眼间 淡绿色的光芒流动了起来 顺着魏无羡的手掌心往里钻 就像活了一样 魏无羡只觉得一股暖流 从掌心进入身体 顺着经脉而走 所到之处 暖洋洋的 如同置身温泉一般 甚是舒服 虽然心知有益 但感觉这东西 对自己并没有恶意 就继续将手掌贴在光圈之上 任由那些光芒流入身体 随着光芒进入魏无羡的身体 光圈越来越小 从光圈变成光球 最后吃溜一下 剑术顺着手掌钻入魏无羡体内 在不复剑 与此同时 软棒也张开了约末指甲盖大小的缝隙 姬若林和姬若宇 看得眼睛都直了 魏无羡却觉得浑身舒坦 热流在体内不断循环 整个身体越来越暖 说不出的舒坦 额头上渐渐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来 二姐 这是成了 姬若宇拉着身边的姬若林 眼带喜色的低声问道 姬若林紧盯着魏无羡和软棒 微微摇头 再看看 缝隙太小 根本不足以看清里面的东西 更别提打开 嗯 姬若宇明白姬若林的意思 闭口不语 也紧张地看着魏无羡 字看着 担着 后面的嘴巴